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黄仁杰 台湾独派青年在今年二二八十 在桃园磁湖对蒋中正同项 泼洒油漆遭到检方起诉 今天桃园地方法院首次开庭 也同样在今天 位于台北中正纪念堂里的蒋中正同项 再次被泼漆 国民党文传会发言人洪孟凯就批评 蔡英文政府需要负起完全的责任 而今天同项大厅也暂停开放 一颗颗红色彩蛋 往蒋中正同项丢 同项身上片片红 今天早上九点半左右 有民众突袭中正纪念堂的蒋公同项 多位独派青年的泼漆行为 遭到现场驻位警阻止 但独派青年仍然拉起布条 高喊去除中国权威 建立台湾共和等口号 他们有在脸书粉丝团贴文 提出诉求 分别是彻底清除威权移序 停止以台湾资源 供奉独裁者 废除两奖文化园区 威权移序不是观光资源 以及言论自由不是中华民国的赏识 是台湾人民的基本人权 和终止中华民国统治 建立新国家 台湾人民反抗殖民者无罪等等 国民党文传会发言人洪孟凯对此作出批判 他表示国民党要表达最严厉的谴责 而无能保护骨鸡 放纵政治意识形态的分子 做出撕裂族群的行为 蔡英文政府必须全权负责 还说过去两年多来 操弄去讲话的蔡政府 就是对于先总统对台有功的贡献 置之不理 而一昧以所谓转型正义来扭曲和忽略事实 这根本是假正义真清算 也因此从对林寝泼七 到现在直接在众多外国游客参访的 国定古迹中正纪念堂内 对讲公同向泼七 种种行为只是一再的分化台湾 而让全台2300多万人 看到仇恨跟撕裂族群的行为 这是没有人可以接受的 更强调国民党要郑重向民进党政府要求 尤其是负责中正纪念堂的相关主管单位 严惩此次失职人员 并且要对于让激起民众 一再冲突犯罪负起最大的责任 中正纪念堂处长林静胜表示 目前正在忙着督导清理现场 没有进一步回应 而今天同向大厅也暂停开放一天 新闻时事报记者顺利山整理报道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 掌握世界 及时收看新闻大事 请立即订阅明镜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台